这个小婴儿一出生就长了一对鸡翅膀,扑腾几下就飞到了沙发上,妈妈担心它像小鸟一样飞走,就把婴儿床改造成笼子,把它关在里面。 姐姐心疼弟弟,希望妈妈能带他去医院把翅膀去掉,这样弟弟就不用每天被关起来了。 妈妈却叮嘱女儿,这件事千万不能让外人知道,以免有图谋不轨的人会伤害瑞奇。 时间一天天过去,瑞奇的翅膀长大了不少,都快把衣服撑破了,妈妈为了不让小翅膀受到束缚,亲手为它改造了衣服。 小翅膀终于可以随意挥动了,慢慢的翅膀长出了尖刺,然后长出了羽毛,一年的时间就变成了这样,就像一只小麻雀。 妈妈想搞清楚瑞奇的这种现象,就去图书馆查阅各种鸟类资料,甚至跑去菜市场研究鸡翅。 为了防止瑞奇飞行时摔伤,妈妈特意用海绵泡沫做成保护装备拴在她身上,这下终于可以让瑞奇大胆的飞行了。 瑞奇似乎很喜欢亮光,一直围着灯泡转,妈妈怕她被烫伤,赶紧让姐姐关灯。 结果,瑞奇转身向更亮堂的窗户飞去,被玻璃一挡,把小家伙弹到了地上。 几天后,一家三口去超市买东西,把瑞奇放在了购物车里,可是一转头,瑞奇就不见了,还把外套掉落在地上。 这时,妈妈抬头一看,可真是不得了了。 超市里惊现一个会飞的小婴儿,所有人都惊呆了,纷纷拿起手机拍照,妈妈不停地追赶着她,可是瑞奇翅膀硬了,只顾着尽情地飞,根本不理会妈妈。 妈妈告诉超市经理,让她关掉顶灯,随着灯光的熄灭,瑞奇也降低了飞行高度。 一群人蜂拥而上,抓住了瑞奇,然后被强行送去了医院,医生表示,像瑞奇这种情况,他们从未见过,建议把瑞奇留院观察。 可是妈妈拒绝了,她不想让自己的孩子成为供人研究的小白鼠。 刚走出医院,就被一群记者围堵,对着瑞奇一透乱拍,他们只好在医生的带领下从后门溜走,好不容易回到家,却又被街坊40围了起来,他们每个人都想抱走瑞奇,去探究这个神奇的小东西。 就连电视新闻上也在不断报道着这个长着翅膀的孩子,甚至有人认为这小家伙就是个怪胎,一家人原本平静的生活,被这群不相干的人所打乱。 妈妈忍无可忍,就把医生请来家里,想要为瑞奇切除这对翅膀。 但是医生说,想要割舍着与生俱来的东西,需要承受极大的痛苦,妈妈又心软了,她并不想让瑞奇痛苦。 只好把带着翅膀的瑞奇强行囚禁在家里,可是随着瑞奇的长大,她的飞行欲望越来越强烈,小小的家已经容不下她了,随便一飞就会撞墙。 父母把所有的注意力都放在长着翅膀的弟弟身上,姐姐忍无可忍,拿起剪刀走向弟弟,她认为只要弟弟没有了翅膀,一家人的生活才能恢复正常。 这时姐姐听到有脚步声,她赶紧终止了行动,只见父亲走进来,盯着瑞奇的翅膀若有所思。 第二天父亲就决定,把瑞奇的翅膀公之于众,还可以借此来赚钱,反正瑞奇是自己的儿子,怎么做都不为过。 母亲虽然刚开始很犹豫,但最后还是同意了,她抱着瑞奇走到众人面前,为了避免她飞走,还在瑞奇身上摔了绳子,只见瑞奇挥动了翅膀飞到了半空中,就像被放风筝一样。 由于母亲过于兴奋,一不小心手滑松开了绳子,不受控制的瑞奇越飞越高,越飞越远。 所有人都在呼唤她赶紧回来,只有姐姐希望瑞奇可以自由自在,飞向更远的地方。 瑞奇挥着翅膀掠过水面,飞向茂密的树林,然后消失不见。 吃瓜群众们也都纷纷离开,瑞奇就这样消失了,母亲无法接受这个事实。 从那以后,她就每天在湖边守候,期待着瑞奇的出现,父亲也很担心瑞奇飞进丛林,会被猎人当成猎物。 于是,开始在街上到处发布寻人启示,母亲常常会看着天空,希望瑞奇可以突然回到自己身边。 可是盼望无果,母亲崩溃了,来到瑞奇消失的那个湖边,一步一步向湖中心走去,想要带着对瑞奇的思念自我了断。 就在即将被水淹没的时候,母亲突然听到瑞奇的呼唤,她回头一看,瑞奇竟然真的回来了。 她停在了岸边,不仅翅膀变得更大了,而且还学会了行走,妈妈向瑞奇不停地忏悔,希望她可以留下来。 但是瑞奇只是留给妈妈一个温暖的微笑,然后用力煽动的翅膀再次离开。 对于瑞奇来说,与其停留在亲人的怀抱,或许大自然才是她最好的归宿。 瑞奇化身为拯救母亲的天使,但是拯救之后终究还是会飞向远方。 最终,母亲也学会了放手,接受了现实,重新回归到属于自己的生活中去。